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和赤以及战斗有关的事情上 陆飞的白痴头脑 可通常都会是变得非常灵光的 以阿巴斯坦评结尾 陆飞在得知 自己受伤卧床三天后 瞬间就说出他已经损失了 食物顿饭的实力来说 在他还记得在这个环节 因为要获得食物 而究竟是谁搬了更多石块的问题上 白痴陆飞的回答也就未必是错的 而不管究竟是谁搬了更多 这个问题之所以能引起正义的基础 也自然就是两人 几乎是搬了一样数量石块的原因 从这一点进一步来说 这其实也就足以反应出 在被海洋师手铐约束后 在力量甚至实力的环节 作为超人性绝对头盘的两个人 也就是可能拥有着无限接近的实力 而不管是在 一旦灵命八卦秒杀陆飞后 有凯多亲自说明的 鸡蛋那小子也有霸王色 霸王不需要那么多啊 孩子的搬十块后 鸡蛋陆飞两人 一起暴食的环节 所反应出的两人几乎相同的食量 以及瞬间消化 让身体肥胖的食物过程中 所反应出的 在本零武器海洞上提议 我们左护者强调的 和生命及果实觉醒 直接挂钩的生命鬼环 尤其两人完全相同的 感觉正面一刚开度的 愚蠢和野心这些层面来说 鬼天骑士就已经非常明确的将 超越新的这两位头牌 露菲的戒德 化成了实力极其接近的存在 那么化身回来 如果非要得出一个答案 露菲的戒德又究竟是水梗墙呢 从某种层面来说 这可能就会变成一个类似于 罗金的白胡子 都得水梗墙的问题 正如上轮所提到的 在Balance力量生命鬼环 以及王者之相和皮肤之勇的层面 露菲和戒德可能就真的非常接近 而从头脑 和作为这些孩子的支持性和凶狠来说 戒德其实已经从出场以来的残暴 证明了他和黑胡子相似 是远比露菲要更加危险的孩子 在突然监狱 打完覆盖入掌后 戒德甚至只用话语 就狡猾地震住了看守 而从这个桥段 我们也可以明显地看出 虽然提起有王者基盖 但从心理层面来说 露菲其实还只是一个 一撒谎就会紧张的孩子 从某果实能力层面 值得强调的是 如果戒德的层里能力能控制 所有的金属武器 甚至是凯狼的狼牙棒 那它在合作国对抗凯狼的作用 可能就会变得非常可怕和重要 从这点进步苦耻来说 如果就连锁容这样的弹架豪的剑 也能被戒德夺走和控制 那戒德真的会成为一个 完全开挂的存在 但之后我们在429级海中专题 所活扯的 凭借鲁飞对看似普通的 香蕉果实的开发 它的能力除了会成为 最强的弱博能力之一之外 也可能就会打出 孩子王的一个结局 因此从奥木果实能力的层面来说 鲁飞的香蕉果实能力 和基德词里有关的 超然性奥木果实能力 也就可以说是各有千秋 而说到这里 我们也就不能发现 从各个层面来说 两样的实力都可以说是 非常接近也各具优势 但还有一个鲁飞算是比基德 要更有优势的环节 也就是 他比基德 足足小了4岁的19岁的年龄 从这一点来说 如果两人目前的实力几乎相同 那鲁飞就要比基德 更加具有实力增长的潜力 而另外一些潜责的环节 也就在于 鲁飞目前所展现出的 基德很难会具备的 零体万物之声的能力 以及在5165期海东专题 我们几乎是讨论的 他就是所谓的天行之子 当代乔一波一的命运 而结合这点 可以说是对基德而言 非常不公平的 主角光华属性来说 虽然实力可能完全不在鲁飞之下 但如果非要得出一个 两人谁更强的结果 我们的答案也就是 鲁飞比基德更强 好了 本期节目就是那么多 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 我是昂云 海东专题 我们下期再见